來接範的是第12頁 46到48題 我們看一下46題這個題目 有4個木塊只要是2公斤 放在不同水平桌面上 所以它可能有不同的摩擦力 然後呢 並對木塊是以兩個方向相反的水平力 問受力情形跟狀態已經給你了 問哪個木塊所做的合力 問了是合力喔 是一牛頓 好 那它沒有跟我們說是不是光滑 所以我們要記得它應該有摩擦力才對 看第一個 一個向左2一個向右1 如果今天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向左1 但它怎樣它都靜在桌面上 所以它合力為0 這個呢 向右做等速度又來了 等速度 合力也為0 所以我們看這兩個 這兩個都做加速度了 OK 所以我們來抽看看 合力等於MA 由牛二來說 它說 向左 等下速度一動 加速度是0.5 那它質上多少 2公斤 所以2乘上0.5 加1 牛頓 唉唷 這可以耶 答案選擇是C 那看豬這地方 為什麼不行 它向右做加速度1 1乘以2 應該是2牛頓才對 所以不能選的是 不能選釘 不能選釘 最後呢 這邊有個閱讀敘述 跟大家同學講一下 這個其實每一次 會考當中 這個閱讀題目 都其實有點長 但是 有些東西 其實可以直接看題目來講 我們看一下 入射光線 金反射器 反射後 照在接收器上面 問法線 唉呀太簡單了 法線在位來哪裡 位在 入射線跟反射線中間 入射反射線中間 就是法線 答案就是A 所以題目都不用看 可以答答答案 第二個 吸收器的 玻璃外殼跟不鏽管之間的設計 是要減少熱量 用什麼方式去散失的 OK 那我們看中間什麼 玻璃外殼跟不鏽管之間是真空的 真空 真空 真空可以傳遞什麼 真空可以傳遞的是輻射 所以跟輻射有關的把它畫掉 然後就選A 這樣就解決了 這就是第十二頁的部分 看中間 感谢观看